当然你回到家也是一样 你就把那个环境从云端上面 还记得那个云端吧 那个云端网址的话 环境部分嘛 那环境就是在进到这边的话 那你Enter 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就是我的云端 我的Google云端 OK 所以我所有东西都放上面 那当然你看到也许你不是长这样 也许你是长有点像这样格状的 其实我比较习惯是 在它的右上角有一个 可以把它变成清单检视 这样清单看起来小小的 比较可以看到比较完整 多一点东西 我的话有时候我东西放蛮多的 那你要看有时候不好查看 那再来的话呢 里面的话安装环境 上个礼拜我们有把那个懒人包里面 有一个是 这个懒人包里面 会有一个Python384这个压缩档 OK 那这个压缩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压缩档下载下来解压缩 那记得你解压缩的时候不要再多一个目录 是解压缩字 你上个礼拜有同学是 目录里面又多一个目录 就是什么 Python384里面又有一个Python384 被两层目录 那将来开启 那个环境会出错了 OK 所以记得这个可能要注意 只要这些细节不要做错的话 理论上应该都不会太会有问题 OK 反正呢 你就顺顺的做 只要把那些问题尽量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解压缩之后 那在我们低碟底下 C点 384 一层目录 然后再 可能要记一下 它是放在 因为它这个工具是放在 它的目录里面有个叫Scribes Scribes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再往下找一个Spider 其实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Spider 在撰写我们要的程式 那其实Spider的好处就是 它基本上免安装 你只要解压缩任何地方 只要你解压缩 下载那个懒人包 然后你只要把那个 下载到C点底下 下载到D点 跟着一下 低碟 那如果你下载到 那C点要更改那个路径 OK 那如果是低碟 因为我这个环境是在低碟做的 那你就不用更改 如果 那更改流程上个礼拜有讲到 所以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改过了 所以把它打开来 基本上 就可以开始写一点程式了 那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在上面写程式 写完程式之后呢 你就按上方的执行 执行之后看到结果对不对 结果对的话呢 那继续做 如果不对就修改 那如果不对它会有一个什么 有个错误讯息嘛 有没有 那你要看懂那个错误讯息 就照着写就好了 其实也没有太复杂的流程 反正就是这样子 对就继续做 不对就修改 OK 那当然如果你很顺畅的话 基本上来就可以全部做完 那如果证照考试也是一样 反正就全部程式打对了 它执行也对了 你就脚焦 脚焦的话亮绿灯 绿灯这一集又有分 你只要有70分就拿到证照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边的话呢 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我把它打开好了 上个礼拜的试试要不要把它打开 那我就把它打开 它会侦测到上个礼拜我做的动作 OK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环境先把它打开 第二个的话呢 在我云端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呢 我每次上课 我会把它录制下来 如果你程度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那你回去的话呢 可以自行再加进来 因为这个论坛 这边底下有个教学论坛的路径 那特别注意 这个教学论坛路径 我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加进来的话 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因为如果你没有告诉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是谁的话 我就不会把你加进来 因为只有上课的这个 只有你们上课的同学 才可以加到这个论坛 也就是说我只要上完课之后 回去会把影片上传 然后会把那个连结贴到这个论坛 它会自动转信到你们的那个 有没有信箱里面 那那个信箱 基本上一定是Google的账号 OK有没有 所以我前面有讲过嘛 你如果要加进来的话 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登入你的Google账号 所以也许如何加入 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一定要登入Google账号 第二个的话 点选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点进去之后 告诉我的名字 那大家如果你没有学号 假设你没有学号 你就不要用 至少你给我个名字 OK 因为我当时可以按照你们的名字 去查一下 然后呢 然后申请的理由 因为你要上课要复习的之类的 OK 大概这样 那如果那在按申请加入 这个论坛成员 这个群组之后 那我收到以后的话 我看到我就把你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 我只要回去上传今天的影片 它就会自动转E-mail到你的信箱 所以你的信箱的话 理论上就会收到类似像 像这样的一个 像上个礼拜这个 上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影片连接 那我基本上影片连接一定固定的 就是说 第几次上课 上几次上课 然后上课内容是什么 OK 然后呢 上课的清单 上了哪些 总共我录了六段影片 有没有 包含什么呢 所以清二楚 上个礼拜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上课上到哪边 再次也会忘记 有时候录影的话 还比较OK 因为回去自己一看 上个礼拜上到哪里 不然有时候上太多班 常常搞不清楚说 到底这一班讲到哪里 那一班讲到哪里 有时候还混乱了 明明讲过了 又重讲一遍 然后学生就在底下 用很野神看 我说这有问题吗 老师你这讲过了 那我有时候看影片 我就比较知道 因为常常这个 另外的话 你们回去也可以复习一下 OK 像这种东西 只要学会也没别的诀窍 就是反复练习 就是比别人家熟练 技能怎么来 技能就是我比你熟练 就对了 我会 而且我比你熟练 那如果你要到专业的话 那又更上一层 那我不只熟练 我还可以变化 还可以做一些 可能也许做一点 创设计或创新吧 创这层面又 Label又不同了 OK 那当然你要更向上一层楼 那以目前的趋势来看 当然 程式设计已经慢慢变成 必要的 而且 未来可能AI也会即将走向所有人的工作内容里面 你慢慢会被AI给影响 那有哪些地方会被AI影响 其实你会看到 网路上 新闻媒体有一直报导 很多人工作 可能即将会被AI取代 可不可能 其实也不是唯言耸听 当然绝对有可能的 OK 所以有些东西你如果不早点学习的话 可能之后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被取代 所以上礼拜的影片连结就长这样子 YouTube清单 那当然你回去可以怎么样 要不就是你全部播放 你不知道从哪边看没关系 从头看 要不的话 你就是针对你比较不熟的 比如上礼拜哪个不熟 修改Spy的路径 然后建立Python的第一个程式 如果这一段上面都会的话 你就跳嘛 跳过去 你就把你比较不熟的部分再看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哪些部分程式 假设我讲的可能太快了 你听一遍不懂没关系 你再听一遍 再多听几遍嘛 每个人姿子不一样没关系 确保你是真的有跟上 而且确保你是真的会学会 那为什么一定要确保 因为程式真的是必须要一百分的状态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写错 那你那个程式就无法执行 所以有些简单程式你就乱错了 乱不出来 你根本不要说复杂的东西 OK 所以为什么人家写程式可以写这么复杂 没问题 大部分原因 其实当然就是它从简单的慢慢慢慢累积 而且每一行每个地方都要知道为什么 不是说你用瞎混的混过去就算了 没有 没这回事哦 你只要程式有一个bug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程式就等于是不对的 哪怕你99.9%都是对的 只要有一点点出错哦 那都不行 所以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哦 你一定要每个地方每个环节都要是知道的 确定知道的哦 OK哦 不是用混的哦 用蒙的哦 而且哦 真的像这种东西哦 不能用眼睛看的 重要不是说你看懂了 那每个人都看得懂 但是做不出来 那没什么用吧 OK 最重要是 你要确定把我所讲的程式从头打过一遍 而且也能够正确执行 才是真的学会 OK 那最好是怎么样 回家以后 是现场打OK 回去再把它打一遍 现在回去再打一遍也OK 那表示你真的是懂了 OK哦 不过很多人哦 现场打都OK 回到家 奇怪 怎么好像都忘光了哦 这种课程很麻烦 第一个地方是 哎 什么 学很慢 忘很快 马上回去 大概很快就忘 忘差不多 回到家 脑筋一片空白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为什么我要把它录影下来 因为录影下来哦 马上可以唤醒你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记忆了 哇 这个方法真的太好了 所以人的记忆力哦 应该慢慢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有的时候 常常回想说 我哪一天曾经做什么事情哦 其实说真的大家都忘差不多了 所以有时候我还比 我还蛮喜欢用Google云端的 因为Google云端 可以把我每天 我从2012年开始哦 就开始用Google地图 做什么 把我每天的行程 记录在我的时间轴里面 所以我只要回头看哦 我哪一天的时间走 我就知道哦 我那一天做什么事情 甚至几点几分 然后呢 做了什么 是搭车 开车 还是多久 时间哦 我每每每天都这样做记录 所以我只要哪一天回头看哦 我想要回想我哪一天 真的Google上面的时间走 马上我就可以知道了 而且我还有个习惯 我很喜欢 只要到一个地方我就拍照 拍照之后的话把它 它也会同步哦 上传到Google相簿 然后跟你的Google地图连结 因为拍照上面有GPS的位置 也有时间 它会把两边同步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功能还蛮好的 哦 然后OK 大概是这样的哦 所以哦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点 有关AI现在的发展 其实我还蛮推荐各位可以用那个 像那个Google上面 你们Google账号上面就有了 Google云端硬碟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吧 它免费就15GB 15GB免费哦 但是它现在 我像我现在云端哦 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现在云端上面有2TB OK 它给我2TB的空间 那为什么给我这么大 2TB等于是 一 假设啦 那个 1TB等于是1000个Giga 1000的TB哦 那这个其实是免费的 是为什么给我呢 因为其实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哦 我使用它的Google地图 那你想Google地图为什么要给我 因为我Google地图哦 这边有个你的贡献 有没有 像我目前的贡献哦 我已经是达到第几级呢 我现在的等级是第10级 第10级是几分呢 现在的分数已经到了10万多分了 10万多分什么概念 你们如果有用这个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等级 当然等级应该都还在一级两级三级四级 五级就很了不起了 我已经到第10级了 想说第10级要干嘛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有讲过啦 因为我从2012年开始哦 我就每天记录我每天的所有的行程 那主要是大概我只是想要记录而已啦 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理由 然后呢也会把这东西分享上去 比如说我吃喝玩乐 我到哪个地方 我觉得这家店好吃不好吃 我会如实的把心得写上去 OK 所以你看我做评论已经评论多少了 949个评论了 就有点像写部落格一样 反正到一个地方 反正好吃不好回去写 反正有什么像搭车好了 没事就打一打打一打 然后空房打一打打一打 反正就记录嘛 不然我将来会忘记啊 然后顺便也跟别人讲说 哪些店千万不要去 OK 像上次去那个南机场夜市嘛 然后看那个什么 什么蒸臭豆腐 哇好好吃 然后大家都在排队哦 想说哇好厉害哦 那个分数4.7分 所以没想到呢 光点餐到最后呢 半个小时东西都还没来 天啊 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开心 于是我就 我就去把它退了 OK哦 所以这个当然哦 另外我的相片呢 总共放在上面已经有 一万六千多张了 所以我以前蛮喜欢摄影的 很喜欢拿单一张 他现在因为这个手机已经知道的很好了 所以现在都用手机拍 然后呢 拍完之后上传 拍完上传 所以目前的话一万六千多张 那 所以还有其他的 那这个就是每个的分数 像拍一张照片上传就10分 然后评论呢 好像评论 一分 然后你如果有 里面有写字的话就在10分 反正它有相关规则 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 那也就这样的关系啦 我 我目前的那个 相片的观看是3800多万的观看次数啦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在网路上刷一下存在感的话 嗯 这感觉你还蛮有存在感 因为感觉哦 你每天都会感觉好像 嗯 怎么讲 就很多人好像在关注你的生活一样 OK 所以如果你会觉得好像活在当时 活在现代的话 活在潮流之上的话 那你其实一定要善用云端的这些 那这个云的话是所谓的公有云 就Google提供给你 也是大部分都免费 但是如果你要付费可不可以 还有呢 它有相关机制 其实这也是大数据啦 透过别人的数 这大量的统计资料 你就知道哪一家店能不能去啦 诸如此类的 所以其实像我如果去某个地方玩哦 那我一定会先确定一下 这个地方值不值得让我 值不得去 因为如果不值得你不要浪费时间 哪怕是一分钟 我都觉得说我在浪费时间 所以先做好功课 所以我会出发前 先用Google地图 先把那个地图附近呢 至少四颗星以上的景点 先把它标注一下 然后我只要到那个地方 我把手机打开 然后我就知道附近有哪些店值得去 然后我再去去就好了 我不要说到当到现场我才在那边 想说哪一家店好吃 然后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OK 这样满浪费时间的 所以其实 这样玩下来 哪怕只是一个小地方 感觉你时间规划就会蛮好的 那感觉这种怎么讲 玩的效率就还蛮好的 那玩的品质也会蛮好的 所以有时候每天玩下来就觉得 时间感觉还蛮充实的 不会的感觉随时都要浪费时间 因为有时候说很多人爱排队 那你可以错开时间嘛 比如说像南机场夜市 5点开始嘛 你就赶快5点去嘛 对不对 早一点去 比人家早一步 所以去都不用排队 那也就是晚一点嘛 就错开 而且甚至那个Google地图上面也会显示说 那一家店 目前呢 到底拥不拥挤 它会有一个 你们应该知道吧 上面有个时间 哪个时间人对多 哪个时间人对少 那你可以 不要跟人家一窝蜂嘛 OK 就不要浪费时间 那排队 排队也是用刷存在感的方式吧 因为我发现排队 反正大家也在看手机嘛 只是说 这样的话 你能够去的景点就有限了 OK 不然的话一直在排队 所以蛮浪费时间的 OK 诸如此类的 好 那其他的话当然还有啦 好像什么YouTube 像我的影片就放YouTube 有没有 所以啊 如果你没有 你如果自己没有YouTube频道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 不一定说你要立志当网红啦 至少你要会上传影片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至少你要懂得分享影片给别人吧 对不对 这应该是现代人最基础的 对不对 那其实那Python主要做什么 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串在一起 以后这些东西呢 你不用用滑鼠键盘来做 你可以写一个程式让它自动完成 OK 比如说你想要把影片 自动化的全部上等 时间到处帮你传 时间到处帮你传 那你可以写Python程式啊 程式是OK的 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让达到你的自动化 如果让它更聪明一点的话 可以再结合AI AI的话呢 它可以帮你辨识什么情况要做 什么情况不要做 OK 其实这延伸性还蛮大的 像另外Google相簿也是一样 像你们手机拍完照片 它里面有个功能 拍完自动上传嘛 对啊 自动上面就会有时间跟你的GPS的坐标 然后也会跟Google地图连接 有没有 然后甚至的话呢 它还会做人脸辨识 比如你这张照片呢 你拍了谁 它还会问你说 它有时候不会问 它会自动知道这个人是谁 除非它那个上面的人不够明显 它会问你 这个人是不是某某某 这个人是某某某 有没有 那个就AI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半监这个监督的模式 就是说自动模式就是 它就自动你不用监督了 它自动完成 那有些部分是你要监督它 你要告诉它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不对的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聪明 所以AI可以训练 训练让它从比如说 幼稚圆街的慢慢变成小学生 国中生 有没有 以后练大学 哇 那所有东西你都不用 它会自动帮你分类哦 比如说谁的照片 在哪边可以找到 哇 它很方便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功能 为什么 因为以前要帮小朋友分类 我女儿的照片在哪里 我儿子的照片在哪里 哇 要不要找好久好浪费时间 因为照片太多了 那有了人脸辨识之后 它自动帮你分类好了 我只要点一下 我女儿的头像 哎 它所有哦 从小到大哦 的所有照片哦 自动会有时间轴 OK 那以后如果它 假如啦 现在才小学啊 如果它结婚的时候 你从小到大的那个哦 有没有 你以后要结婚的时候 要放的影片上面的照片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都不用不用 不然以前 我找这些东西去哪边找啊 对不对哦 OK 所以 而且以后的话哦 那我讲 这可能有点前卫啦 就是像告别式好了 有人还有那种什么 什么 生前告别式 就是你还没有 那个哦 你就先把你的 告别式的影片先做好了 对 那其实这个为什么时间轴 就是说 你的时间轴 如果你上面都有那个相片 而且有时间的话 那其实哦 AI 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那个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全部 准备好了 你自己再把它规划 弄一弄 哎 我就有一个 哇 好完整的东西出现了 OK 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 还蛮推荐各位 如果将来哦 你想要了解 派上 了解AI的话 那其实哦 可以结合像云端 这些应用 如果你对他不熟的话 哦 可以多多利用嘛 其他还有像什么 日历嘛 你的行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规划 像我的行程都在上面 所以打开我就知道 我的行程 那这个在手机上也会同步 所以呢 我只要在任何地方 我手机打开 上面设定好 那我到外面 我打开我就知道 我的schedule 哎 到底什么 哪一天要做什么事 之类的哦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机来看哦 spider部分哦 因为上礼拜的重点 这边上面也有啦 所以我们上礼拜就是 下载懒人包嘛 然后再来就是利用spider 这个环境哦 做几个动作哦 第一个就是基本的语法 像那个转型部分 那转型部分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转成文字 加一个str 对不对哦 那如果你要转成整数 叫int 那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有没有 比如你3.2 像上礼拜的同学就把他问说 哎 老师那3.2怎么办 如果用int 有没有 那变3了 那点2怎么办 哦 特别注意哦 另外还有一个函数叫float 哦 float的话呢 就转 你如果有小数点的 就辅点哦 F-L-O-A-T 挖狐 里面的话你就放 比如放个A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你 转型为 这个3.2的这个数字哦 就是会保留小数点哦 你记得这个地方不要用int 用int的话 那它的小数点就帮你 全部拿掉了 OK哦 大概是这样子 那 所以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所以待会请各位再把云端摆一板 上面哦 其实云端摆一板就是云端讲义哦 在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 与这个结构控制部分哦 像上礼拜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3.2 像这个哦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加减乘除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这部分哦 可以再把它稍微练习一下 那 再来的话呢 底下我们转型 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哦 比如说Hello World哦 如果你转型的话 那这个就是啊 这个Hello World前后双引号的话 那基本上哦 它就是一个文字 或者叫字串哦 那 前后双引号哦 然后呢 如果没有小数点像X2的话 那就是INT型别哦 那如果是一二三点 有没有有个四五六的话 那像这个有小数点的话就float型别 ok有没有 street INT float ok哦 另外的话呢哦 底下还有用中刮弧哦 把它刮起来 那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如果你变数里面不只放一个资料 假如说一个以上的资料的话 好 那比如说我们一二三四好了 那你可以用什么中刮弧放四个资料 如果五个的话呢 那后面再do点 有没有 如果你要五个的话就do点五就好了 那六个的话呢 do点六 反正一直do点下去就对了 也就是说这个串列 这个叫list 哦 那翻译叫做串列啦 其实或者叫清单也可以吧 其实它的概念有点像esale啦 esale里面的那个清单不是说 你可以一直往下放吗 就类似那种概念 可以让你一直放资料就对了 哦 那底下的话大概就是把它做 这个百分比就求余数啦 这个上礼拜有讲过哦 那拖曳资源 有没有哦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换行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反斜线N 如果你要输出是有双引号的话呢 就反斜线双引号 单引号的话是反斜线单引号 那还有呢斜线 这个应该是反斜线 左上都有加这个反斜线 那你就反斜线两次 那其他的话这些大致上比较少用了 可能如果用到我们再来看好了 其他大概是这样哦 那接下来再来就是第一 算数运算值这个上礼拜有讲过 那今天的话呢要再来看关系运算值 跟这个所谓的逻辑运算值 关系运算 特别注意哦 如果什么叫关系哦 关系的话就比较嘛 左边的跟右边的一不一样 好有没有 A跟B一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有没有 A前面加一个A嘛 后面加一个B嘛 有没有 A跟B 有没有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 它会告诉你 True 如果不一样 那就False True哦 跟False True的话其实哦 你也可以用数字表示 True的话就一啦 False的话就零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开关上面哦 它会 假设没有写开关 它只会写一个一跟写个零的话 那你要记得哦 一的话就开了 零的话就关嘛 特别注意哦 也就True跟False嘛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啦 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搞 搞不太清楚 零跟一 所以以后你看到开关上面哦 一就开哦 零就关哦 真的很多开关上面都写这样 那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反正就切切看嘛 那有时候你看知道 就不用特别乱切了哦 好那不等于的话 有没有 不等于在这里 不等于哦 特别注意哦 是惊叹哦 等于 这个叫不等于 然后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应该没问题啦 我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那大于等于哦 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子 等于写前面 大于写后面 那不行啊 那为什么 这又不是我定的规则 这是他规定的 你 你就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我也没办法改变它 因为这是人家定好的 你只能就把它记下来就对了 OK哦 你不要问我 那个超乎这个东西 因为这也不是我 我也没办法改变 除非说你自己去写一个类似这样这样的环境 你可以自己定 但问题那个真的是太当太花时间的事情 其他还有像逻辑一段 逻辑什么 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哦 比如说 第一个逻辑 和第二个逻辑 都要为处的时候才为处的话 那就end 有没有 那就叫什么 两个都要交 有没有 两个都要是的话 那就交集 交集的话就两个 都要是的话 那偶尔是什么 两个 两个哦 两个应该是哦 只要是其中一个为处的时候 那就为处了 就是连击 OK 那词的话就相反 相反逻辑哦 不过我说真的哦 非常少用 而且我也非常不喜欢用 不过因为你纳尺变成你要转一个弯 那如果在纳尺你又再转一个弯 那最后更搞不清理说到底是yes or no 就是会变成说 所以纳尺虽然有这个逻辑 但是哦 比较少用 因为用的话真的很不直觉啦 会容易就是你程式反而写错哦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会举一些例子来做说明 那当然底下的话 我请各位先试着把 上个礼拜第一个哦 你的这个环境先打开 OK 所以哦 好 Spider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哦 待会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哦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单元的这个结构控制部分 有关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关系运算值 跟逻辑运算值 结合这个所谓的结果控制哦 那这边的话 当然如果我今天要判断什么 判断到底一个人是否成年的对话哦 比如说输入资料 然后最后把判断结果输出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那这个地方呢 该如何撰写这个程式哦 那请各位先稍微把 Spider环境打开来 然后呢 试着再开启那个云端 上面的那个 等于是第二个单元哦 那待会我们接着来看哦 谢谢大家